慈激环保深耕三十年 雪龙慈激之工在各社区环保站举办开放日 向民众宣导环保 慈激在远头 安心花心流 竟有老千雄 NCO之后呢就是想说 很久没有办一个活动 然后让这些资公们一起团聚 那就办了这个活动 同时间也要去接引新的会员大德 现场周边活动 鼓励民众一同落实环保生活化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手工环保肥皂呢 就是希望可以坚持减少这个污染 我们平时炒了油之后就倒掉就很浪费 而且油是不能再循环的 提倡素食环保要如何吃的健康 专业人士先生说法 现在的人有食度平衡 一般上都是过多这些红肉 焦工肉 盐 糖 反而呢是缺少出现水果的坚果 为了照顾年长环保志工 仁慧医师贴心为他们做健康检查 大多数的这位资工的人的健康 体重都还蛮不错啦 对热灵人士怎样都好 虽然他们没有做工 可是需要出来参加一些活动 清脆悦耳的铜板声 背后是众人汇聚的爱心 其中丹尼尔曾获得奇迹补助 如今翻转手心 成为布施者 有时候我会告诉我朋友 问他们要不要全点 因为这是全 都是要防那些比较需要 布置的人 需要防防住的人 做好事需要大家一起来 环保战除了减轻地球负担 也在社区发挥影响力 带动更多人一同身体力行 麦袋吉隆坡综合报道